盘点各国总统的超级尴尬瞬间 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总是留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 作为一个领先国家的总统 特朗普对于自己的形象颇为在意 平时对于金黄色的头发打理的整洁干净 然而就在特朗普做客一期节目时 主持人嬉笑着问他 能够动一下你的头发吗 特朗普当即表示了认可 在一会儿的功夫里 特朗普的头发便被弄得乱七八糟的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金毛狮王 这一时之间总统的威严正面形象是荡然无存 不仅如此 特朗普的手还总是牵不到爱妻 在公开场合里面 特朗普有几次想要牵起梅兰尼亚的手 不料总是遭受到拒绝 更让人吃惊的是 有一次刚出机场 特朗普想要牵手爱妻 不料几次都被梅兰尼亚霸气了甩开 这让霸气总裁瞬间颜面扫地 当然了最搞笑的总统远不止特朗普 美国的现任总统拜登也有很尴尬的事件 那就是一次在白宫里面拉稀 传闻有一次拜登在白宫会面英国首相时 工作人员当即对现场的所有人员进行了驱赶 就在所有人都感觉到惊诧时 突然出现了难闻的拉屎味道 于是大众纷纷猜想是拜登大便失禁了 要知道他已经是79岁的高龄 身体的各处机能处于衰退的状态 传言之前拜登就出现了拉裤子的现象 而这次的事件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拜登大便失禁了 或许是身体状态不好的缘故 有一次拜登把俄罗斯总统普京认成了特朗普 甚至在直播时胡言乱语 俄罗斯总统普京最尴尬的事件莫过于他生日当天 竟然出现了普京骑着各种动物的图片 或许是为了表现更多的喜感 甚至还有这位铁血总统骑胡萝卜和饼干的图片 画面看起来非常的搞笑 铁血总统一时之间成为民众的笑料 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最尴尬的事情 是与默克尔握手遭受到无视 当安倍晋三希望能跟这位德国总理握手时 默克尔似乎并不愿意 而是像一位长者一样 用手拍了拍后背的肩膀 一脸尴尬的安倍只能强忍的笑颜 当有一次安倍与特朗普握手时 或许是为了活跃一下气氛 特朗普紧紧地握住安倍的手 使足了力气 久久不愿意放开安倍的手 安倍的手都被握得变形了 在这个时候特朗普才松手 此时的安倍是一脸紧张 把特朗普逗得呵呵大笑 那么你还知道哪些总统的尴尬事件呢